頭上我們今天標題好嚇人喔 台積電空頭成形 那這樣子台股要走弱了嗎 這個標題很嚇人對不對 對啊 朋友我今天告訴你 絕對不必怕 可是我不是心裡安慰你而已 我從產業面獨家的第一手內線消息告訴你 這個台積電這邊下跌完全不必怕 不論是三星還是intel都不是他的對手 那這邊要怎麼做台積電的股價價差 我今天節目非常精彩 除了這個以外 我還有其他的標股 我要告訴你剩下一些隱藏標股 還有一些原本的標的 今天股價突然變強的是什麼股票 這時候我們要注意觀察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花耳間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3月24日 台股開牌15994點 中場收在16,032點 跌145點 歐洲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告急 再加上潛在的加稅計畫 也讓市場感到恐慌 油價暴跌 美元暴漲 還有美債殖利率下滑 再接下來呢 也看到四大指數是全數收黑喔 那同樣我們看到台股今天受到大型全值股的拖累 今天加全指數是在萬六關卡前修正整理 後續盤施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台股王 三週記下紀錄保持人 投資也許全台One 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Zoe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投資長 今天我看到很多個股都在進入修整 但是面板雙虎友達群創 真的跟你講的一樣很強耶 又沒見到一字頭了 是 已經沒有一字頭了 那時候跟大家講說要把握機會喔 是 今天我們看到群創有創新高 而且收漲是超過6%嘛 然後友達也是收漲將近 也是到20塊了 都脫離了 手牽手脫離了一字頭隊伍耶 真的都跟頭長預告的一樣耶 一模一樣對不對 對 這跟大家講這股票還蠻強的 強勢股啦 是 你繼續說 然後 對 但是今天大家都很想知道 台股下沙這麼嚴重 有看到台積電是跳空下沙破巨線 破季線 對 我記得開盤最低有到571 破巨線 你不要嚇死好不好 巨大的線 對 破季 破季線 跟我們節目站久了都會大口而跑 被傳染了嗎 破季線 破季線 對 因為市場有看到說 這個新聞有指出 英特爾在美國斥資200億美元 200億 不要嚇死人 美元 在美國建設兩個新廠 那直接就是要來挑戰 台積電跟三星啦 那同事長你怎麼看這個新聞呢 結論不用怕啦 不用怕嗎 兩種都不用怕 因為我今天的標題叫什麼 台積電空頭成形 是 台積電空頭成形 台股將走落 對 對啊 好恐怖喔 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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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怕 好 這就是股市美妙的地方 嗯 來喔 再來一次8523點你要不要 再來一次8523點 像去年一樣3月19號 是 去年這個時候大概8000多點的時候 你要不要全力中壓股票 是 要喔 那你現在有沒有覺得 那個時候人是傻瓜 為什麼那時候大家不相信 這就是人們嘛 恐懼 對 股市好玩的地方就是 欸 你明明理性知道 喔 這邊是買點 嗯 可是你的恐懼 你的感性 告訴你這邊要賣股票 所以你先賣再說 所以你不能用你的理性 去控制你的感性 講起來有點玄喔 是啊 這是比較懂股票的人 對 那不懂股票的是 他不知道什麼叫理性 反正他感覺就是 沒辦法判斷 他的理性告訴他要恐懼 好 可是很多人會輸 會死在 會錯在就是 嗯 他的感性去操控他的理性 就是你邏輯思考 就到這邊 應該是 台積電長期是個 長期都是一個買點嘛 對 就像台灣50 長期下來都是個買點 很多人問我說 台灣50定時定額 什麼時候該定時定額 我會說Right now Right here 就在這邊此時此刻 就在現在 這邊買進 是 因為中長期來講 木狼回首 以後過十年二十年 這邊都是低點 是 因為長期來說的話 它就是一個通貨膨脹嘛 嗯 錢越來越不值錢 因為陽春面 你說現在五塊耶 陽春面可以一碗五十塊 對 Who knows 誰知道會不會再過個二十年 陽春面一碗一碗一百塊 五百塊嗎 這是有可能的喔 是 人生都漲十倍 現在漲兩倍還好吧 嗯 你不可思議 這不是不可思議 而是它錢就是通貨膨脹 對 的一種購買力就是一種下滑 長期而言就是這樣 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子 你了解資本主義之後 你就知道股市處處都是買點 只是你要找一個最好的買點而已 就這麼簡單 所以再來一次八五二三點 你要不要買股票 要啊 你也想不通為什麼 那時候 他那麼傻 你那麼傻 我們那麼笨 除了投資產以外 八五二三點以外 大家把我當瘋子 可是我告訴你這邊是買點 所以我告訴你 很多時候正面思考 我那時候正面思考 告訴我一件事 就奇怪大家為什麼這麼傻 還笑我傻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 可是我只知道 我看到你們看不到未來 我只知道我 他跟我講水我要收起來 愛喝水 投資產告訴我自己 健康 也很重要 才有 才有心力 幫大家做一個持股診斷 幫大家進 第一檔股票 敦泰第一 敦泰第二 敦泰第三 所以水我拿掉 等一下來喝個水 好 我講得非常之清楚 非常之清楚什麼 其實 八五二三點 我也不知道大家為什麼會怕 就像現在 我也不知道大家為什麼會怕 我也不懂 我真的不懂啊 我真的不太懂你們什麼怕 我真的懂了啦 就是你們聽到 看到黑影就打槍了嘛 看到黑影就射了嘛 對不對 那亞利沙娜都要建兩個廠 台積電 不是台積電 那個intel 200億 對 今年台積電資本支出多少 280億啊 那明年呢 明年可能還是200億起跳啊 你懂我意思吧 我的意思是說 他怎麼樣 280大於200 這數學你會懂吧 對 280大於200嘛 對不對 對啊 這可能簡單數學吧 怕什麼 啊也有可能要急起直追啊 那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五年內不可能 對 那投資表 你放台積電 你會 你放台積電 你會放超過十年 我蠻佩服你的啊 好 五年內 不可能 那你說五年後呢 那你真的怕 你就買台灣50嗎 我不是講的啊 台積電哪一天真的不行 怎麼樣 哦 台灣50還行嘛 嗯 你懂哪叫紅達店哪一天不行 踢出 踢除排台灣50裡面 對 踢除台灣50成分股 就是台灣50是個ETF 我在此這邊都推薦你們 你們不要懂一些什麼存股啊 我要存金融股啊 我要存那個什麼高股息啊 通通不必 存台灣50最好 那你說為什麼很多素人 很多節目 很多成績節目 叫你要存哪些股票 存金融股 那是你們喜歡聽他們這樣做 其實一言一避之 台灣50就可以了 不要學太多 那個殖利益比較高 錯了 如果含那些 那如果 那個追溯期最長 就是你可以回溯的 最穩健的 是台灣50 你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是台灣50啊 其實台灣的台灣50喔 我記得好像副班台灣50比較好 是 也比較便宜 因為手續費比較便宜一點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原大台灣50比較貴一點 我這個之前看的資料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還是一樣 兩個都可以買啦 基本上不會差太多 好我要講的是說 我這邊完全不必緊張 為什麼 280億大於200億 台積電才買80億的資本支出 Intel 200億 這個不必緊張 第二個 同樣如果你像我了解半導體相關產業 了解 台積電這個產業 或者是像我一樣 有很多會員是台積電的員工 台積電的高階主管 他一定會告訴你一件事 不可能 那不可能的 這個用邏輯就知道了 什麼邏輯 這個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我講到資本主義 他就大者橫大 我說你只要像我一樣 了解這個半導體產業 你也很多台積電會員 或很多台積電朋友 台積電高階主管 他一定告訴你不可能 這很簡單 其實經驗代工 他需要學習期限 學習期限 學習期限是這樣子 慢慢時間 慢慢累積的時候 瞬間拉起來 而且你讀一本書 你本來看不懂 看不懂 有些你突然懂得 全部都懂得就很快 騎腳踏車一開始騎 其實不會 瞬間你全部都會騎了 衝動車就會騎了 好 他是那個學習期限的 他學習期限如果不夠多呢 產品代工不夠多呢 我告訴你 那個梁綠就下不來 梁綠下不來怎麼辦 很容易賠錢 所以為什麼 中國中心半導體 在資金之後 常常賠錢 年代以前 也是賺不了多少錢 對啊 梁綠提高不下來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要給他代工嘛 對 你不太好 為什麼可以代工 我就找最好的 所以他就選最優秀的 這社會就是很殘酷 M型社會 同學 我跟你講M型社會 現在也是這樣啊 我覺得我每一次 我生活上的消費 我都有所感 你去看一件事情喔 一萬塊以上的飯店喔 下禮拜四月嘛 是不是 四月一號四月二號嘛 年假嘛 幾乎都客滿 你找到一萬塊以下的飯 找到一萬塊以下的飯店 還沒客滿 我佩服你 不可能 M型社會越貴越有人要 一樣啊 代工越好的越有人要 我就要排台機電隊 我不想排中心半導體 除非現在 實在是缺物或缺的太嚴重 所以在中心半導體 現在怎麼樣 代工也都蠻窄的嘛 對 那是十年一次的一個 大紀遇嘛 對不對 好 這十年一次才首見 可是大部分來講 怎麼樣 我找不到那麼多公司 幫我 願意幫我代工 對 因為我的製程不是最成熟的 因為我的良率拉不下來 我說說良率提高不上來 我成本就降低不下來 對 好了 那現在很簡單 三 他這個 Intel Intel要自己設廠 他只是可能給自己用 可是他沒有時間 怎麼樣 練功啊 打怪啊 他沒有夠多的東西 練功打怪 因為練功打怪你可能比較聽懂 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學習 可以成長 他沒有那麼多產品 沒有人要給他代工啊 我怕你學一學 你Intel的晶片學一學 怎麼辦 你學會了我的技術 我會怕啊 這就是為什麼蘋果的代工 蘋果的產品 蘋果的手機 現在不給三星代工啊 第一個怕被人家學走嘛 對 第二個 製程 或者這些發散的一些 應該說散熱 是 效率 只想要是iPhone 6 然後iPhone 6s 還是iPhone 6 就發生這樣的慘劇了 是 所以從那個時候台積電股價 一路完善走 因為台積電以後 通常台積電代工 都給兩家公司 是 可像只給一家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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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手機通常是給兩家 是 台積電跟三星 要分散風險 像整個台積電 因為製程的一個良率差太多了 你懂嗎 同樣是7奈米 同樣是10奈米 差太多了 你說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 給你結論 這個是需要大量的產品代工的 可是因為 它 有怎麼樣 它有自己的產品 它也要經驗代工 那其他家的公司的晶片 不願意給 英特爾代工 在這個情況之下 英特爾不會有太多的一個什麼 不會太多的一個 學習期限 不會太多的一個 良率提高 這樣的情況下 會變惡性循環 三星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怎麼樣一輩子 也沒辦法打敗 台積電 至少我看到的5年10年 除非以後有個突發性的技術 如果是就原有的技術來講的話 是贏不了台積電的 你懂嗎 除非以後有一個新的技術 是 你懂不懂 台積電在這樣的道路上 越來越 越來越萎 哇 萎縮就微小 縮小的意思 那個奈米 越來越5奈米 3奈米 越來越從這個製程 除非有一個新的 從別的地方贏它 你懂我意思嗎 不然不太可能 我現在看不到 我現在看不到 所以5到10年內 台積電絕對是No.1 我可以跟你講 10年後我不知道 我講實在話 如果你怕的話 你就是存台灣50 可是至少5年內 你不要聽人家講笑話 Intel要贏台積電 那不可能 好 講笑話 我跟妳講的是笑話 你去問一些所有的一個 去問原科 去問新竹園區的工程師 比較了解的 他都說笑話 這不是自我感覺的 這是很基本的邏輯思考 好不好 你需要大量產品 你需要大量產品 不斷的練功 不斷的打怪 可是Intel三星做不到 因為他有自己的產品 他有自己的晶片 人家不會大量給他代工的 加上你原本技術都差了 是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成本會非常高 兩率拉不高 就這麼簡單 結論就這麼簡單 所以完全不簡單 那怎麼辦 台積電殺了去怎麼辦 我這邊買啊 他都不知道 你很奇怪我這件事 所以我一直常常跟朋友們 也跟我朋友講 這還是823點 你還是不會買股票的 你會找理由嚇自己 你不要用你的理性 去克服你的感性 如果我現在已經講 那麼理性的話 講那麼多邏輯 這麼清楚的話 你還不懂 那你不要怪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你看不懂我郭忠祐看到的未來 這邊叫用力買 我很開心 我一直說跌破600元 越跌越要買 我不改旗幟 我很用力的跟你講 不改旗幟 為什麼台積電就這樣子 我只能說 之前太多散戶要融資買了 對 我覺得我無聊 可是你們融資買就會亂掉 你看到一個消息 你就會覺得我賣股票了 基本上你去想一件事喔 你會為什麼 為什麼用融資不好 台積電 一年漲個10% 15%就很厲害 你去用融資 6-7%要幹嘛啦 代表你的數學不太好 我說什麼 一個船上數學不太好的那麼多 投資廟 那基本上他聽到這個消息 他邏輯不太好的情況下 我沒有 我沒有要攻擊你 可是通常是用融資買台積電的 你真的數學邏輯可能不太好 我是要說真的 數學邏輯不太好 你很容易緊張的人 邏輯不太好 數學不太好 這個時候你聽到這個 你聽到那個intel 要搶代工嘛 怎麼辦 你就會先賣了再說 可是你沒想到另外一個邏輯 是在短時間內 他是不可能贏台積電的 這懂嗎 所以融資那麼多要幹嘛 其實也沒有用 所以其實有時候看籌碼是對的 沒錯 看融資是對的 好不好 那這個也造成短期的低點 可是完全不必怕 而且扣除台積電 今天台股才跌一點而已 好美妙 善規指數還要繼續強勢 還要繼續創新高 台積電跌下來要讓你買 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如果你不覺得我很厲害嗎 一件好像看起來很痛苦的事情 我把它解讀正面思考 對啊 這就是我跟人家不一樣 我非常正面 我非常正面 可是我正面我不是硬找理由 我不是硬騙我自己 不然你可以challenge challenge我 challenge我的思考 我的邏輯 你可以告訴我我剛才講那一段 台積電這個需要 需要時間的學習期限 需要大量產品代工 才有一定的良率 請你告訴我哪邊邏輯有錯誤 嗯 不會有一個工程師跟你講 我邏輯有錯誤的啦 我跟你講一件事 你夠了解這個產業就知道了 這很基本的嘗試 有什麼好思考 576用力買 這個零利益的情況下用力買 當然去明年有人 開始有 好像廢了一些其他地區的主席說 明年要申請 那是明年 今朝有酒今朝醉 同表告訴你 我倆沒有明天 為什麼 誰知道明天你要幹嘛 是不是 誰知道明天你會中特樂透 你就不想買股票了 對不對 一年後的事情很不負責任啦 好不好 所以你也不要想明年又怎麼樣 可是我跟你講 中長期來講 他QE下去他要升級又 So what 這一年你就賺夠了 四天就四個蹲 蹲泰就四根斬停板了 對啊 兩天再一個 蹲泰第二 女性單道 女性單道嘛對不對 有人說零羊 零嫁於男性嘛 叫零羊也可以 或者是沒有男性 沒有男生 沒有男生 零個羊都可以 也是兩個斬停板啊 四根斬停板 兩個斬停板 六個斬停板 同朋友啊這個也不是跟你胡扯 我都講在前面啊 是不是 我都講在前面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同朋友對我 我還沒有自我稍微介紹 我會跟你結論 如果你不認識我郭哲隆 你絕對是股市菜鳥中的菜鳥 去打聽一下什麼叫哲哲 什麼叫郭哲隆 好不好 這個跟大家講 來去比較一下 全台灣粉絲很多 現在已經有人要報名四月的 基本上七成會成形 什麼意思 還在喬產地 好 因為這產地還不夠大 有機會囉 肉依這個產地已經很大 還說不夠大 好 因為我一天就報名截止 對 你看地上都是人 這1000多位 1000多位有沒有看錯 我要找 紅棟有人 驚都慢驚 紅棟有人驚都慢驚 產地 那個產地 一次要二三十萬 一次啊 嗯 我有在考慮要不要自掏要保 因為你一定要自掏要保 沒錯 對 好 因為我莫萬 不要萬計初衷啊 我希望投資沒有事 希望你賺錢 然後我也不是 但是 我當然也希望你加入會員 可是我不會強迫人家 你知道我個性是這樣 所以我推算都是半天 都半天 像昨天到時候晚上10點 沒有就沒有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 但你覺得我很勢力 因為我覺得我錢也賺夠 我這輩子人生 我錢也賺夠 所以我都一定會留一定的位置 在免費的保留區域 好 只是問題是 成本也太重了 如果三成下去六七十萬 好 就跟大家一個產地 就是二三十萬 肉依知道哪個產地嗎 他還說算我便宜了 對啊 因為能塞一兩千人的產地 全台灣大概 就是十根手指頭鎖出來 如果高級的產地 高級的產地 好不好 所以就跟大家講 所以四月份 四月底你留個時間下來好不好 四月可能二十四號 或者是月底 就是那一兩週 好不好 別讓請假二十四號 不一定 先留下來 我不確定 有到時候再跟你講 報名可能就一天就結束了 好上次一天就結束了 真的要把握機會 因為很多人報名 可是你不要想說 通常到時候到報名 到時候四月底報名 我再決定參加你的會員 你真的很傻 因為我說四月底 之前要用力做多 你幹嘛 為什麼不在現在這個時間 好好用力做多 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好不好 所以台積電這東西 不要緊張好不好 台積電我幫你算過殖利率了 好不好 你看一下喔 用十塊來算的話 是0.017 就是1.7%的殖利率嘛 對 1.73 那現在呢 現在美國公債殖利率跌破1.6了 是 跌破1.6 而且肉眼很誇張喔 這跌破是在什麼時候 你看清楚 在這個時候 來 這是三 這是三月十七號 三月十七號是什麼 三週五嘛 對 9.55分 現在9點半開盤嘛 對 FED宣布SL到期不續約嘛 不續 推升殖利率 他說推升殖利率喔 可是那時候我的看法 我覺得我們福利社看法 我節目上也有講 我說是可能利空出境 至少福利社一定有講 所以你一定要訂閱我的福利社 股市福利社 不是都算我的 股市福利社 我是主持人 好不好 每股 每股19日盤前一度降到1.69%的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怎麼樣 升破1.7% 升破喔 因為消息出來升破喔 可是我說利空斷化 就像飆受國債 所以我講過嘛 對不對 好 這非常清楚 來 所以你要加我LINE 跟加我推廣 或加我 榮耀華爾街 或加我股市福利社 一定要加 因為有時候我不知道在哪邊有講 可是一天有講過 肉依可以作證 好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講 可是一天有講過 我的個性有講就有講 沒講沒講 好 這個粉絲那麼多偏避老人的 美國十年期公仔 有些粉絲很恐怖喔 我每一句話都會記起來喔 我每一句話都會記起來喔 你問肉依喔 甚至講什麼 講什麼拉麵還炸雞 然後他說出現了 他還幫我數 一個福利社裡面出現了幾次 我講了56次 沒有 那時候你有發一個活動啊 天竺鼠車車 對 天竺鼠車車 對 數一下我講天竺鼠車車 講幾次 他還數一下我56次 對 他 真的蠻閒的 我也很喜歡他 我以為開玩笑 可是很多觀眾也會記得 我講的每一句話 所以我一定有講 所以粉絲都有個好處 我不會走老頭顧路線 唉唷 我有買這個股票 這個有沒有會員作證 每一位會員都沒有 高級等級會員 你根本就不知道 誰是高級等級會員 我講的都是普通等級會員的口訊 好不好 一樣 此前期公佔你看到SOL 我說什麼利空出鏡 肉你看利空出鏡 有沒有明顯 1.74變是不是 現在不到1.6 很明顯欸 對 非常明顯現在幾分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來 SOL宣佈不續約後 你看喔 是不是 那你看喔 美國公債殖利率現在1點怎麼樣 1.6以下了 謝謝 1.6以下了 是 剛好最高點就是 SOL宣佈不續約 應該是FED宣佈 SOL不續約 這SOL你可能不懂嗎 其實我就跟你結論就是 他要大量的持有現金 他不能再買 他不能買那麼多的美國公債 不能買那麼多的美國公債 美國公債是不是就會 怎麼樣 就會價格下滑 我說過價格下滑 直立就會散揚 對 可以看到散揚到這邊以後怎麼樣 怎麼樣 反而利空出鏡了 因為其實美國的銀行業 我告訴你就是秘密消息 美國銀行業大多數都知道 SOL可能不會續約 SOL不會續約 他們已經 預期經理已經先斬一波 所以前日子 為什麼我們請要斬那麼多 已經先斬一波 現在殺下來 所以你看 是SOL宣佈不續約後 資歷率直直回落 利空出鏡 所以這邊是好消息啊 資歷率下滑你怕什麼 那台積電又跌呢 台積電怎麼樣 資歷率又上升了 我說過了 股價下跌資歷率上升嘛 這很簡單嘛 10塊錢的 假設是10塊 假設台積電是100塊 發10塊錢 資歷率10%嘛 變200塊錢呢 怎麼樣 資歷率就下滑了嘛 股價上去資歷就下滑 好 台積電100塊錢 資歷率是 假設股率10塊錢 是什麼 資歷率10% 台積電股價跌到50塊 資歷率變20% 股價下滑資歷率會上升 所以現在台積電股價下滑了 資歷率上升了 其實這樣子相對而言 公債資歷率下滑了 台積電資歷率又上升了 肉依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喔 好事啊 代表台積電它這邊有相對有吸引力 那你怕什麼 這邊跌要買 可是以後可能贏不了人家 我就說了不用怕 五年內完全不必怕 五年內沒有對手 看不到任何對手 台積電為什麼其實人家董事長 或者是總執行長這些講的話 人家會聽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是五年後的事情了 所以他敢講五年後成長率 負荷成長率10%到15% 應該是有一定的把握度 看不到對手了 你懂嗎 看不到對手 一些訂單其實都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講什麼意思 我邏輯其實好 我告訴你非常清楚 600元以下的台積電 你要謝謝 哇 怎麼又這麼肥美啊 你去想一件事喔 我現在買577 我說747嘛對不對 對 像576對不對 是 假設 假設真的等到747是附近 除於576 肉你知道是漲多少%嗎 30%耶 1.29%沒有 哇 30% 1.29%-1%-1嘛 就是30%嘛 對 29.26 0.29%就是30%耶 對 台積電賺30% 開心得要命 有沒有 台積電賺30%跟我敦泰賺的40%不一樣 因為你會買台積電的人就是 有賺個10% 有賺個幾萬塊 賺個十幾萬 就很開心的人嘛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有賺30%很厲害 可是說到賺30% 這次演講為什麼人數那麼多 我說下一次演講人數為什麼那麼多 有一個鴻海 那時候過年的時候 1月9號的時候 1月9號1月10號你去買台積電 你現在可能是賠錢的喔 對 可是你去買鴻海你是賺30%喔 那你聽得懂嗎 對 所以你看喔 台積電你現在賺30%你瘋掉了 不要賺10%你就瘋掉了 可是鴻海我可以讓你賺30%以上 因為有些人買鴻海是融資的 沒關係 可是我是不建議 可是問題是 紅海我看你賺30% 所以這一群 投資朋友我問你一件事 那你就這一群人 會不會想要知道我下一檔標股 會喔 一定會嘛 我又沒有全部座位都收費 之後前面一些座位收費 所以這些人除了這些人以外 還有新朋友們 你們 通常上次我沒有報到名啊 還會再來啦 人就是這樣子 越報不到名越想來啦 你們也很奇怪齁 就M型社會一樣好不好 投資長就像高檔飯店 越貴你們越喜歡 沒關係 反正我邏輯思考都會預告在前面 所以這邊我完全不一定 在善會指數這麼強耶 Zoe 去看一下 這很弱勢嗎 很強耶 很強耶 那然後呢 昨天創新高今天又續強 你什麼 昨天創新高啦 對對對 今天又續強嘛 對啊 那你看喔 台股看起來也沒有弱勢啊 台股這個底還沒有破啊 對 這個底還沒有破啊 15600還沒破啊 那你看 這看那個 台積電呢 所以只錄一下台積電我覺得很好啊 台積電空頭走勢 來啊這個這個頸線破了啊 對不對 嗯 M頭啦 下去了嘛這邊嘛 那怎麼辦 不用怎麼辦 你不要只看技術現行 你要邏輯思考告訴你 這邊就是買點就這麼簡單 很用 我很少這麼用力跟你講喔 600塊 尤其這邊 我再給你 今天是3月20號 那時候不要播傳播 你這邊576塊的台積電 是今年老天送給你的禮物 是今年老天送給你的禮物 你會發現我有時候講話越大聲 其實是代表我越有把握 我告訴你 576這邊喔 你不買你會後悔 我跟你講做真的 可是 因為我們是合法的分析師 我們不是那種素人的 不是那種違規的 然後搞收費搞訂閱的 又沒有分析執照 或者沒有在偷工上 反正都違法的 我們規定喔 要告訴你盈虧要致富 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件事 可是我要告訴你 今天如果不當分析師 我有閒錢 這邊600塊 這台積電我會想買啦 我會買啦 當然我不會壓身家的買 因為我覺得最好的產品 還是台灣50啦 可是 這邊600塊的台積電 我會買啦 我告訴你 會買 越跌越要買 你不要到時候說我四歐萬馬歐炮 我跟你講喔 到時候不要重播喔 不要重播喔 這是576元 3月24號這一天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到時候不要播重播 你發現突然來自未來 哇 台積電來要600 我來要700元 然後咧 你沒撞到錢 然後怎麼樣 So much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住 所以同朋友 友達你要珍惜十幾塊的日子 沒了 20塊對不對 我們不理我 現在最強是群創 是不是 有人厲害啊 友達群創啊 都是面板嘛 所以不必怕嘛 你都有撞到錢嘛 然後咧 華航呢 華航要珍惜十幾塊的日子 可能也要喔 可能要 好不好 這有跟大家講 所以華航這邊 還有機會找 帛琉我去看一下 這機會其實有些還沒有賣完 還沒有賣完 為什麼 我就想台灣人都是一樣 怕死 連我也是一樣 我們在羞辱各位 好不好 可是 等到 確定一兩個月都滿了以後 我跟你講帛琉 機會 斑斑難買 斑斑難等到 你相信我到時候一定買不到 而且你看喔 是不是N型化社會 對 我都去查過了喔 我要去柏柳衛斯 他都住老爺飯店 柏柳老爺飯店 哇 第一名是PPR 可是PPR比較舊 這個很太遠 投資人也滿喜歡旅遊的 然後他就像PPR 就是不認熊獅跟老爺 不認熊獅跟鳳凰 他們都選比較貴的 欸你看喔 他們有點故意拉高喔 然後住比較貴的 看你要不要來喔 他們知道市場調查知道 現在願意出國的人 是有錢的人 有錢又有錢喔 他是給你選最貴的飯店喔 不像以前要給你什麼PARGO啊 或一些比較不知名的飯店 給你選最貴 然後故意給你團費拉高 那你要不要來隨便你 可是還是很多人會報名 接下來會很多人報名 他們已經看好這市場調查 所以到時候你不要到時候發現 投資產這個真的買不到 我也買不起耶 因為你被財富重分配 你賺不到這些錢 你沒辦法用華航來賺錢 所以我跟你講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就像房地產現在都漲翻天啦 雖然現在有被打房 有打房資金用來股市啦 對 打房資金用來股市 所以同朋友 可是真的你財富重分配了 最近之前股價漲很 之前房地產或股價都漲很多啦 所以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我投資產我年薪百萬 我投資產我台積的員工 我投資產我零八顆的員工 兩三百萬夠嗎 不夠 因為你跟不上通貨資產膨脹的速度 你跟不上房地產食品食物 你要買東西出國旅費膨脹的速度 你永遠覺得錢不夠 所以你要趕快去想想看怎麼辦 台股投資意願爆棚 37%的民眾 想把現金定存轉入股市 Roy什麼叫想 代表做了沒 還沒 還沒你看 所以還有很多傻瓜 有沒有 我一直跟你們存定存傻瓜 可是你們要變聰明的 很好 可是Roy去年那個時間喔 如果告訴你說 把定存解掉去買台灣50 你一定覺得那人瘋子 就是我 結果現在大家變全面運動了 台風 就是這樣子 這37%的人決定覺醒 你看 想要把 所以在還沒做喔 所以還有源源不絕的資金要投入股市 你怎麼覺得股市會跌呢 股市不就籌碼站而已嘛 也是籌碼站而已 就像你看喔 台積電 我就說台積電其實基本面沒有差很多 之前股價從他300塊找到7 找到679塊 攢一倍為什麼 還不就是通貨不分帳 還不就是貨幣寬鬆 還不就是不斷印鈔票結果 就這麼簡單嘛 本益比如果從10倍變20倍 那股價就兩倍了嘛 什麼都不必做 我就是這麼簡單的邏輯好不好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好不好 所以今天有漲的股票 再給你快速講一遍喔 這個接下來還會再漲 不要懷疑 萬潤要靠台積電漲 才有機會再創新高 一樣 最強勢的絕對是什麼 鴻坎 一定要看看鴻坎什麼時候創新高 才有稍微機會帶動萬潤更精彩 可是要靠台積電 然而單自想要 一定要台積電上去 那我台積電上去嘛 對不對 然後咧 還有一個原因啦 對不對 對今天還有台積電的原因嘛 還有什麼原因 今天還有台積電的一個相關的那個 法縮嘛 認識信代的法縮 所以我那時候說法縮是一個轉折點 九十六怎麼知道是向下的轉折點 所以明天台積電的股價走勢也很重要喔 好 因為法縮過後可能外資重新解讀 台積電的未來方向 好 所以明天可能是要轉折 你要記得喔 我上禮拜講的 還有4月16號 還有5月11號 我覺得5月16號可能是最重要的 4月16號也很重要喔 好 那你決定台積電的股力政策 哪一天告訴你股力政策不一樣 那就不一樣了 你世界就不一樣 到時候再買來不及 所以你一定要在4月16號 好 最晚最晚在5月11號 之前 要好好壓碼 壓好壓滿台積電 好不好 去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一樣 2368金像店 偷偷拉尾盤喔 就像我們之前靈陽一樣喔 怕這講不清楚 我們被罵髒話真不好意思 靈陽也是這樣 今天有一度拉上去 紅盤 還是很強啦 靈陽算很強啦好不好 5243以勝 還是很強啊 也是一度拉上去 這邊都不用擔心啦 這種股票這邊拉上去 是加班這種比較醜 拉上去又要扎來 這個可能比較 要一段時間 可是不必緊張 好不好 我演講送的股票 有些我都出掉了 加班還沒 加班還沒有 我很老實 可是我不能講 有些出掉不能講哪些出掉 因為送市場嘛對不對 對 有些出掉哪些出掉 還是全部都出掉 可是至少加班沒出 這個就不講 因為太久了 我還是要換新股票啊 不然我一買一堆 會員嘛 好不好 鴻海都還在續爆啦 鴻海 賺30%太少了 賺40% 40%也太少了 已經賺40%也算了 好不好 很多股票這邊趕快把握住好不好 你看敦泰今天有沒有 又跌啊 肉有沒有看到 快要空頭排列啦 敦泰昨天要快跌停嘛 今天又殺下去了 我是不是告訴你 150就150 所以你看到我賣多漂亮 因為賣了以後 我才有敦泰第二 我才有靈陽兩根暫停板嘛 現在很多人要問敦泰第三 如果誇不誇張 昨天有的人喔 在居家隔離喔 真的是被隔離而已喔 不能出去的喔 硬是要參加我會員 我聽得很感動 天啊 很感動耶 很感動喔 粉絲現在也變很多 你看點閱率現在也翻倍了喔 去想想看 你要只按得分析師好不好 所以SFR這個利空 其實告訴你 國債殖利率 美國國債殖利率 反而是利空出去 國債殖利率下滑了 這邊反而是買點 你到底要怕什麼 很多股票拉起來好不好 很多股票 今天相對的看點 一些股票像雙紅 這邊也不會太差啦 可是我覺得要至少要占230 他才能技術線型轉槍啊 去想想看你要怎麼能分析 事實要不好 一切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那被動元件 這邊中長期還是很看好 只要陳探明有買國具 那這個股價 我認為不必擔心 去想看你要怎麼能分析 投資產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台積電跌破600塊 太開心了 我很少這麼篤定跟你講喔 這邊絕對是一個很安全的買點 可是你要注意風險 好不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要注意一下件事 上規則是持續創新高 你看20塊的有答 17塊的有答不見了 華航這邊你看 又快要變20塊 怎麼辦 你要想想看 你要想要找一個最優秀的分析師 想一個最紅的分析師 找一個喊所謂解凍的分析師 想清楚的是我 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可以撥達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榮耀懷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來